今天和大家介紹香港文化博物館一個新的展覽 叫做潮潮香港六十家 潮潮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去看看 看看香港過去60年 關於香港流行文化發展的一個展覽 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 本身香港也吸收了很多領藍的傳統文化 例如如粵劇 一路以來粵劇都是香港一個很傳統的民間藝術 很多市民都習慣了去看粵劇 在19世紀20世紀的時候 因為政局的原因 在戰後的時候很多的影人 靈人和歌星 就在上海那邊來了香港 其實帶來了很多資金和技術 都和香港本身的流行文化人士 有很多交流 也創作了很多國語時代曲 所以在戰後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國語時代曲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 外國歌手Beatles 都來了香港 去表演 其實風味了全香港的年輕人 多其是很多年輕人組樂隊 日後這些樂隊裡面的很多歌手 亦都在香港流行音樂的發展裡面 貢獻了非常多 另一方面 由於在國內的一群靈人來了香港 和香港的演藝人士有些交流 他們亦都吸收了他們那種技術 在他們香港粵語的歌舞片 或者在歌曲裡面 亦都有很大的進步很大的交流 整個五六十年代 其實我們見到一個很多元的文化 在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的時候 電台其實都很看到年輕人的需要 他們特別找了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大學畢業生 去主持一些新的年輕人的節目 譬如商業電台 有年輕人時間 香港電台亦都有一個節目 叫青春交響曲 他們其實這些節目 開啟了整個DJ的文化 改變了整個電台廣播的發展 一些封煙的節目 亦都相當流行 很多時候聽眾都會打電話 去一些封煙的節目 去素心聲 電台方面亦都有很多 資訊的節目給大家 其實有一個節目很特別的 就是遠藍他們的一些 怎樣去到 將一些交通消息 去到發放給大家 大家都很 就是將以前一個很平平的 一些交通消息 他們用了很多的創意 去到將這些資訊 去帶給聽眾的 在電台廣播的環節裡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一個 舊式的膽管收音機 不是一般市民 大眾可以說 在家裡 隨時有一個收音機 可以收聽電台廣播的節目 所以當時的市民 他們要去聽收音機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會去一些涼茶店 或者去一些茶樓 可能喝杯涼茶 吃點心 順便聽一些電台節目 在我們的展場裡 就有一些舊式的膽管收音機 讓大家去看 以前的膽管收音機是怎樣的樣子 香港的粵語電影 曾經經歷過一個很低潮的時間 甚至有一段時間 粵語電影是停產的 直到什麼時候 香港粵語電影重新抬頭 就是1973年的一套電影 《72家房客》 這套《72家房客》 其實將香港粵語電影起死回生 當時這套電影的票房紀錄 是相當高的 亦都帶動粵語片的潮流 在這一個電影的環節裡 我們主要會和大家介紹幾類型的電影 剛才說過有喜劇電影《72家房客》 以一個稀笑怒罵的形式 將小市民的生活帶給大家 之後往後就有許氏兄弟的一系列的喜劇片 帶給觀眾 這個喜劇電影的文化 亦都發展得非常好的 至於動作電影方面 剛才說了 李小龍的電影 將香港的功夫片帶向國際 之後就有成龍的一系列 他的一些非常拼搏的演出 譬如《警察故事》 《龍兄虎弟》 成龍除了自己的武打片之外 他亦都帶了一些新的喜劇動作片 給當時的觀眾 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亦都是一個暫身的形式 在喜劇片的發展裏面 最後如果說到喜劇片 我們不能不提 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 一系列的無厘頭電影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相信大家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除了剛才說的幾類型電影之外 香港的文藝劇情片 亦都是拍攝得非常出色的 譬如大家都熟悉的 譬如說有關錦鵬導演的《煙之叩》 另外亦都有《阮寧玉》 《徐黑的善女幽魂》 這些電影都是拍攝得非常唯美的 其中有一件展品大家不能錯過的 就是一條蕭芳芳女士的迷你裙 這條迷你裙有什麼特別呢 話說是芳芳姐去拍攝電影的時候 曾穿著這條迷你裙 在電影場景裏再歌再舞 很多時候一些影星的打扮 亦都成為了市民追捧潮流的指標 其實在現實的世界裏 亦都很多青春女士 亦都很流行穿著迷你裙 其實在我們籌備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們都搜納了很多舊的海報 由七零年代六十年代開始都有 這些海報始終是年代九遠 它的情況未必是那麼理想 當我們收集回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請我們的民物復修員去做一些處理 有些展品在剪出之前需要做一些修復 才可以安全地剪出的 像這張電影海報一樣 這張是無間道海報 它上面會有兩張膠紙 而且露化了 所以留下了一些污漬在紙上 今天我會示範如何把膠紙清除和清潔這些污漬 我們今天會用熱風窗 因為熱風窗會令膠水溶化 在溶化的時候 我們便會輕易拿起膠紙 因為膠紙老化得太嚴重 所以它便忘了 而留下了一些污漬 現在我便會用一些酒精 將它盡量清除 你便會見到一些污漬 酒精可以將它帶到棉花棒 但因為有些污漬 已經滲入紙的纖維 所以未必完全可以去到很潔白的情況 這是酒精清潔之前和之後的對比 為了美觀展示給觀眾 所以我們會配合展覽主題和設計 我們便會將演唱會突刊 進入這個鋁框 我現在便會拆鋁框 最先便會鬆開螺絲 將其中一條邊便拆出來 然後便將裡面的膠片 我們會有一塊膠片 我們會有一塊膠片 然後便會有一塊毛孫紙板 還有一個PP的膠底板 因為這本演唱會特刊 它便有厚度 所以我們便需要用一個 一個SPACER的紙條 去撞高它 讓它跟我們的雜誌一樣高 入框的時候 它便會比較穩妥 我們這些紙條 為何會選擇黑色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框邊是黑色的 所以希望觀眾看上去 觀感會更好 我們便要將本雜誌放在中間 然後便用這些紙條去固定 固定後 膠片便不會直接 有壓力壓住雜誌的面 肯定它是沒有層的 其實膠片有兩面 這一面是反肛的 這一面是不反肛的 這一面是不反肛的 我們不反肛的那邊便會對觀眾 希望看的時候 不會影響 因為太反肛而影響視線 基本上入框的示範便完成了 1974年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轉變 當時無線電視播映了一套劇集 叫做《提笑恩怨》 這首《提笑恩怨》配合電視劇 每一晚都在電視機播放 由先道拉去主唱的時候 其實某個程度上 是讓觀眾覺得這首歌不太老套 再加上之後 《鬼馬雙星》這套電影上映 這套電影的主題曲 是由Sam主唱的 Sam是當時非常出名的一位歌手 他之前主要是唱歐西蘭曲 但是在這套電影裡 他就用粵語去演繹電影的主題曲 其實帶給觀眾 有一個很大的震撼 因為Sam的形象是非常討好 於是令到當時一些聽眾 覺得粵語流行曲都不太老套 其實Sam 一個這麼受歡迎的歌手 他都去唱粵語流行曲 於是整個香港的樂行音樂 的生態就不同了 在80年代的時候 有一些偶像的歌手開始出現 例如Leslie、Ellen、梅艷芳 我們一直到90年代 有《四大天王》 到千禧年代的時候 也有很多創作的歌手出現 我們在音樂這個環節 我們會介紹不同年代的音樂 其中一件大家不能錯過的 就是梅艷芳的一套舞台服飾 這套紅色的西式裙垮 就是在最後一場演唱會上穿上的 在流行音樂這個部分 其中另一件展品大家不能錯過的 就是家驅的一支木結他 這支木結他 就是他弟弟加強捐給我們博物館的 非常有意義的 是家驅第一次自己用他自己 儲錢買的一支木結他 大家都知道家驅是非常熱愛木結他的 他家裏有很多結他 這支結他特別有意義 因為他自己真是辛辛苦苦 儲錢儲了幾千元去買這支木結他 這支木結他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聽家強說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很多家驅 Beyond早年的創作 都是用這支木結他 去演奏 去創作出來的 電視環節 其實在1957年 《麗的影星》已經開始了 有一個有線的廣播 但是呢 去到1967年的時候 這個電視才會進入一個 最蓬勃的年代 因為當時 無線電視是免費播映 只要有電視機 就可以收看一些免費的電視節目 香港正式進入一個電視撈飯的年代 在70年代開始的時候 其實電視台除了自己的製作節目之外 也有很多外購的劇集 其中最多的就是日本的電視劇集 譬如《游道龍虎榜》 《青春火花》 其實帶動了一個日本電視劇的熱潮 也有一個文化上大家的互相交流 互相傳播 去到千禧年代 除了日本電視劇之外 也流行韓國的劇集 於是我們看到整個電視的生態 其實它帶來了很多不同的外國文化 啟蒂了香港市民 去到電視的部分 我們有一件展品 就是一個座地式的電視機 屬於1970年代 在1970年代來說 電視機對於大人和小朋友 都是一個很新奇的玩意 現在的電視很薄 在70年代的時候 其實電視機 沒有留意它的尺寸之外 亦都留意它很特別 就是有一道門 為什麼有一道門呢 因為當時新的玩意 家長也很擔心小朋友 隨時開電視來看 影響他們的學業 所以當時電視機 有一部分是特別有門 給家長可以上鎖的 我們在展場裏面 我們會看到不同年代的年輕人 都很喜歡收藏偶像的文物 由五、六十年代的粵劇的人物 譬如飲姐、仙姐 他們的照片 或者是五、六十年代的電影 陳寶珠、蕭芳芳 他們的相片、展報 發展到八、九十年代 年輕人開始 可能再存一些偶像巨星的照片 這些YES卡在八、九十年代 其實是風魔一時 籌辦這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同一時間 找了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明星照 作為一個對比 大家就會發現 原來曾經迷這些YES卡 迷偶像的文化 其實是不會因為年紀 不會因為年代而改變的 因為以前五、六十年代 好像我們的爸爸媽媽那一代 其實他們都會迷偶像 但當時可能科技方面 或者是時代的進步歷程 就沒有那麼快 所以以前他們其實 可能都會死坑死底 去買這些明星照 所以我們今次的展覽 在展出YES卡的部分 我們附近就會把五、六十年代的明星照 也會同時展現出來 剛才跟大家介紹了 這麼多展覽的內容 無論你是喜歡電台廣播 電影或者電視 甚至是流行音樂 總會在我們這個展覽裡 找到你喜歡的一些戰品 歡迎大家來香港文化博物館 參觀潮潮香港六十家的展覽